而看到现在金价涨很多人就把家里面有的金子都拿去银楼给他变现 但是担心万一你是偷来的拿去变现了这样子怎么办呢 所以台北县警局现在要求银楼 就是有人要来你这边提供金子来卖的话 要把人家个人资料给登记下来 如果你银楼业者不给登记的话就要依法查办 但是现在让很多人就觉得很反弹 说奇怪你是把我们当贼吗 银楼业者收买金氏如果不提供警方卖金者资料 可能会被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查办 警方做法引起业者强烈反弹 对啊你应该是让你怕某某人 汪明秋这个可能是因为因为影案了 那你要证据我们就他台北县 哪一个登记到汪明秋这几个人 这个人命中你报了 我们可以提供证据 我们这样可以才对 不是你每家时候守证据 然后来这个有可以这个有可以 然后对这个人来抓起来 一般民众在买卖不一定都是账物 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有发现它是账物的话 就要及时通报 如果没有通报 那可能会有这样这一方面的行者 陷阱局强调没有强制业者登记 只是期望主动配合防止交账 对业者本身也比较有保障 不过各地分局都发给银楼业者一张登记表 要求业者详细填写 不只要写收购日期金式的种类重量 就连卖方是谁 身份证号码以及住址及电话 通通都要写清楚 但这样恐怕涉及泄露个资 还有民众卖金子被要求登记时 当场委屈的哭了 有一位那个欧巴桑他还哭 他说我不是小偷 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警方要求淫楼业者提供卖金者资料 防堵嚣张 但诚挚做法引来业者大不满 也让民众反应被当成贼 更产生警方执法过度的争议 文新闻杜宇志谢凯轩 台北采访报道